我是Leo 我是漁湖處的生態調查員 我在河裡試過捉魚、捉蝦 這次竟然在河裡捉的海龜 相信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綠海龜在野外面對著城市發展 海洋污染以及捕獵等威脅 被國際列為貧危的物種 這次這隻綠海龜又經歷了一段 怎樣的奇幻旅程呢? 上年3月左右 我們跟幾位同事一起去到香港的東北面 進行生態調查 從一個地方逛過河 突然看到一隻綠海龜 我們都相當驚訝 走走山在河裡見到一隻海龜 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們當時也通知我們漁湖處 一些負責龜的捕獄同事 他們都推薦我們將海龜 馬上送回海洋公園給獸醫醫治 看到海龜滿佈山痕 左腳撲近有幼大又深的傷口 Leo和兩位同事 將海龜帶到海洋公園 接受獸醫的詳細檢查 檢查後 除了發現海龜的關節受感染 而腫障外 還發現他的胃和腸 都有大量異物和膠袋殘骸 情況令人心痛 在2018年3月 我們收到一隻綠外龜 之後我們將他改名叫Spark 我們就估計他大約5至8歲左右 一開始他一來到就只有7kg左右 很輕很小 現在他已經變成25kg了 一年之間 看到他肥仔了那麼多 體重增長了那麼多 其實對我們來說都很開心 現在幫這隻 之前是拯救回來的海龜 裝一個追蹤器 希望追蹤看看 我們放了海龜之後 海龜的活動範圍 會再去哪裏 這些基本資料 我們現在船在去香港南面的一個水域 那裏是一個寒度 比較不太繁忙的地方 現在就是夏天的季節 相對上外面的食物都會多些 希望海龜回到大戰的時候 都容易找到食物 若可以在相對安全的環境中 繼續離開香港 我們放到海之後 他就立即一枝紫飄出去了 表現得很興奮 很著躍 在不停地動 都很感受到 Spark回到大自然心情的著躍 看到他可以回到自己的大自然 都其實是 因為多過不開心 希望他都可以繼續去到 在大自然裡面快樂地生活下去 經過一年的努力 Spark 終於可以康復 再次得到自由 不過海龜在大海 依然要面對各種威脅 也不是每隻海龜 都能夠這麼幸運獲救 希望Spark 的奇幻旅程 可以燃點起大家的關注 一起為環境保育 出一分力